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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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卡罗斯 今天在圣诞节楼楼,我们两师徒来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教小阳做一些帮我执拾工具的工作 小阳,打个招呼 大家之前见过我已经做过一个工具的款 所有同学都觉得非常好用 整盘拿回去,整盘去用 工具呢,因为这样就没有再不见了 只是这样,我们就打算做第二盘的工具了 工具我都买回来了 第二盘工具呢,就是为下学期使用多些 譬如有剪线钳,有针钞,也有大支螺丝批 还有钳小螺丝的钳嘴钳等等 大小的钳刀就不少了 哇,还有钳钳的钳刀 但这个帮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上次我都教过大家了 笔外符呢,就是将所有工具呢 在一块板上面排好了,跟着拍一张照片 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呢,就将一张照片放在一个图层上 然后锁起这个照片的图层 再在上面加一个图层呢,就去画上线条 至于它画好了的向量图呢 就可以在ARCAM里面读出来 然后计算到路 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G-code的图层 用来放在CNC机里面读 那现在呢,阿晓阳就要去做另外一块了 不如我现在过去教他怎么用CNC 先要使用CNC机之前呢 要做一些清理的工作 因为之前呢,我们已经拖完一块板了 有很多木碎已经积在床上面 你不吸干净它呢 放另外一块板上去,就会硬气了 之后呢,我就拿来做一块新的木板 教我晓阳呢,怎样用画对角线的方法呢 在一块板上面,找出一个中心点 之后呢,就要将这块木板呢 用四个弓形夹,夹在这个CNC的桌面上面 那我现在呢,就教晓阳收紧那四个C帽子 那你看看对不对得到 不对这个,应该就再调校了 再调校再设定了 是不是拖了 拖了 拖了少少了 由于块板呢,就拖了少少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透过软件 将拖刀的零零位呢 就对准木板的中心 好了,那现在这个呢 就设定了新的Origin 关门了 那就开始拖了 开始拖了 那谁就是拖呢? 其实很容易看的 一定是play的 就是好像播首歌那样 按 它已经做了 对吧 在机器工作中的同事呢 我就再教晓阳呢 查一查水泵有没有工作中 因为呢 主軸是用水冷式的 如果水泵停了 分分钟会烧主軸的 一个小时 大概半小时 大概半小时 对了 就是一个小时 绿色的就做了 对 OK 那它是一层一层做的 就是一个小时 我们就做到这块出来 那当然啦 它做完之后呢 都不是很漂亮 我们稍后找沙子沙漠 打磨一下 OK 2h later 由于暂时呢 我都不打算 在这个主軸上面 安装跟随着的吸塵器 所以啊 每次拖完过半钟头呢 都要人手吸塵的 那这种体验式学习呢 晓阳学得很快 吃得安装板 就自然吃得拆出来啦 之后就做回少少少人手打磨的工作 这个板已经可以用了 打磨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收拾工具下去了 喂 找回适当的工具 先放进去 这把板放在哪里啊 这把板放在哪里啊 在这里 没错 也不是说 做好一块板之后呢 将工具放进去的过程 都很疗愈 因为看着工具呢 能够整整齐齐地摆放好呢 感觉的确实是爽的 正啊 今天我们做了一整天了 我和晓阳呢 开始了这个新的工具 的工作了 好吗 我们会做完 看看有多少块呢 一二三四块 这个隔期之后 我们会做完 家里呢 我们做新的工具 好吗 今天是不是学到很多东西呢 是的 多点回来了 好了今天我和晓阳分享了这么多 我是卡路师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 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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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